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夫妻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。 两个人成为夫妻,生活在一起,想要经营美满的婚姻,想要维持幸福家庭,夫妻之间就要懂得相互帮扶,彼此妥协,才能让一个家庭长盛不衰。 夫妻之间的因果,都是日常生活中慢慢累积起来的。 想要得到一个好家庭,想要让家庭浮起来,丈夫就要格局,妻子就要有好情绪。 其实,付不付都只是妇产,首位价值就是家和以为家。 丈夫的格局是在生活中一点点称大的,必然会伴随着疼痛和委屈。 妻子的情绪也是在生活中慢慢练就才形成稳定的。 夫妻之间,两个人在生活中相互包容和理解,相互迁就和忍让,共同努力,处在同一个频道上,风雨同舟,才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。 反而造成妻离子散的家庭,不仅仅是一方的责任,双方都会出现问题。 夫妻之间相处制约,又相互促进,一起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,彼此都能够看得见对方的付出,懂得为对方着想,才是最重要的。 风花雪月是年少的浪漫,风雨同舟,才是人生的课题。 夫妻之间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好的结果,都是彼此间共同的努力完成的,缺少一方都不行,是共同的结果。 夫妻之间,从来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契合的人。 想要经营好婚姻,必须经历无数次的磨合,才能让两个人一起铸造一座港湾,成为彼此的避风港。 在生活之中,就算是夫妻,也是人无完人的。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性,而夫妻要做的就是扬长臂短,相互尊重,相互磨合,哪怕是出现分歧,也不要只会成争吵,而是好好商量,解决问题。 夫妻之间想要过好日子,就要在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及时化解。 态度是非常重要的,懂得彼此包容的两个人,才能容纳百川,接纳生活异地鸡毛,生活才能更加和谐。 正如父母爱情中的江德福和安杰,两个人其实有很大的生活习惯上的分歧。 安杰习惯了吃西式早餐,江德福喜欢吃中式早餐,江德福依然会尊重妻子的选择,也乐意陪他一起吃西式早餐。 江德福知道安杰有洁癖,他也会慢慢地改变自己一些不良习惯,讲究卫生,吃饭洗手,睡觉洗漱。 江德福知道安杰喜欢喝咖啡,有机会都会给他买回来,哪怕自己不喜欢这个胃,也不会干涉妻子喝咖啡。 江德福尊重妻子的习惯,也慢慢适应妻子的节奏。 安杰也会在生活中慢慢包容江德福。 安杰知道江德福工作的特殊性,无论他走到哪里,都愿意跟着他一起吃苦。 一起生活 江德福得到安杰的肯定,就像是收获了一颗定心丸,永远都不会害怕。 当江德福调去海岛中工作时,安杰放下了自己的高跟鞋和去裙子,跟他一起前往那边生活,也不怕吃苦。 因为心中爱着丈夫,他也学习做一个好妻子,在家里做家务,挑水干活,学会做饭,丈夫主外,他主内,相互依靠,相互搀扶。 安杰也用自己的柔情,跟江德福建立起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。 就这样,他们两个人通过了无数次磨合,最终修的正果,一辈子都很恩爱,一辈子都不离不弃。 夫妻之间,好的因果,都是彼此建立起来的。 夫妻两个人收获了好感情,收获了一辈子的幸福,就心中有爱,彼此包容。 夫妻间,想要让孩子孝顺自己,付出的教育也是很重要。 而且,夫妻两个人本身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,夫妻间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。 一个家庭的家风是最重要的,好的家风代代相传,这也归根于夫妻之间的因果。 只有和善的夫妻,用温柔和正确的方式对孩子言传深教,孩子也会用自己的孝顺来回馈父母。 尊重,让对方可以继续做自己,体谅,让对方可以勇敢谋求事业。 唯由此,才是一份婚姻美满幸福的前提。 才是一个如家庭温馨和谐的地基。 一,夫妻因缘,是天注定的,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,也是上辈子的缘分,想要白头偕老,就要相互信任,彼此忠诚,彼此理解和懂得,相互包容,不要试图去触碰对方的底线。 缘分由天定,相守靠两个人一起经营。 想要做一辈子的夫妻,做一辈子恩恩爱爱的夫妻,那就要懂得付出,因果都是自己经营而来的,付出爱,才能得到爱。 做长长久久的夫妻,才能相伴一生。 夫妻之间,两个人有事情一起商量,不要总是一个人拿主意,懂得分享,才能看得见在乎。 两个人在一起,很多细节中,都是可以感受到的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乎自己的,也是可以看出是否真的爱自己的。 二,婚姻里,夫妻间,一切皆有因果。 两个人有事一起商量,有话就分享,无论是喜怒哀乐,还是遇到了难题,只有说出来,两个人一起去解决,这样的夫妻,才能走到最后。 作为男人,一定要有担当,不要总是把家庭的责任推卸到女人的身上,对家庭负责,对妻儿负责,做好男人和丈夫应尽的责任,才能得到妻子的真情。 作为妻子,也要知道男人的不容易,给予温柔体贴,给予理解和包容。 不要总是抱怨,不要给男人太大的压力。 其实,不管是男人,还是女人,都不容易,两个人生活在一起,相互扶持,共同努力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看得见对方的辛苦,心怀感恩,家庭和睦,婚姻才能幸福。 三,夫妻因果,都是建立在爱和信任之上的,如果没有了爱,也难以走下去,如果没有了信任,也是维持不了多久。 加油,妈妈中的苏青和李律师,两个人从大学就在一起了,同一个专业,然后一起创业,一起相爱,一起组建家庭,看似非常恩爱和睦的夫妻,最终也没有走到最后。 因为信任,一旦没有了,就再难回到从前的。 丈夫李律师背叛了苏青,婚外有情了,而且对方还是苏青的秘书,所以,苏青知道之后,信仰和信任一下子就崩塌了。 苏青没办法接受一个背叛自己感情的人,也无法再信任他,尽管尝试过去原谅,去不恨他了,但是依然无法再跟他生活在一起。 所以,苏青提出了离婚,夫妻之缘,也到此结束了。 夫妻之间,不管是哪一方做错了事,触碰到了对方的底线,爱和信任一旦没有了,那夫妻之缘也到此为止了。 四,夫妻之间的因果,想要得到一个好结果,就一定要有真心。 想要长久不离,就一定要懂得珍惜。 没有真心和珍惜,婚姻就岌岌可危,无法维持多久。 夫妻之间,即使有矛盾,发生争执的时候,也要懂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,积极去和解,彼此迁就和包容一点,不要冷战,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婚,多一点理解和包容,少一点挑剔和指责,这样才能把日子过下去的。 夫妻之间,若是不讲理,就算是争赢了,也输掉了感情。 夫妻之间,一定要懂得以退为进,学会装傻,学会糊涂一点,用包容去接纳对方的小错过,才能成全一段美满幸福的婚姻。 五,夫妻之间,彼此有空间,不要限制对方的自由,多一点支持和尊重,才能让婚姻更和谐。 其实夫妻相处,也是需要有空间的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和空间,不要太过于干涉对方,拿捏好分寸感,才能达到相处舒服的状态。 爱不是寸步不离,也不是要求对方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,管太多,约束太多,反而会失去自我,只会围着对方转,这样的爱,其实对伴侣来说也是窒息的。 有一点空间,才能让人喘口气,不要试图去掌控对方,不然只会适得其反。 夫妻因为缘分的相遇,而走到了一起,希望彼此能够珍惜,好好善待。 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,夫妻之间,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彼此体谅,有伤有量,一生一世忠于一人,才能做一对白手偕老的夫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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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